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担心资本外流 不敢放松货币政策 那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就说 受疫情和外部的冲击影响 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人行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利的支持 那中国经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指中国下半年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稳定 经济运行仍有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但因应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新挑战 新变化 中国货币政策有充足空间充分工具 路透社引述外资法人分析师看法指出 中国人行由于担心资本外流 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 因为美国联准会FED和其他国家央行 正在大举升息 那以对抗不断飙升的通货膨胀率 那经济日报则以金关平为名发表文章指称 中国货币政策因应不确定性的工具箱处备充足 从外部看中国高度关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加速紧缩的情况 先前已经采取调整外汇存款准备率 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等措施前瞻应对 一定程度降低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外溢冲击 文章也指出内部来看 中国接下来仍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 加快落实已确定的政策措施 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 这篇文章最后就说到 中国货币和金融状况主要由国内因素决定 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的取向 并兼顾内外平衡 同时根据国内形式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发挥汇率调整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那积极稳妥因应新挑战新变化 但报道指出 虽然中国六月经济数据出现改善迹象 在官方坚持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下 加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深度衰退 且前景日益暗淡 且前景日益暗淡 法人分析师们就预计 中国经济可能不会迅速复苏 中国银保经会推进保交楼工作 那中国银保经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昨日晚就针对烂尾楼停贷潮再发声 表明加强与住建部 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同配合 那坚持房住不炒 坚持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支持地方更有力推进保交楼 保民生 保稳定工作 保交楼等方面的工作有四个重点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报报道 一是银行保险机构 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 应积极履行自行的职责 遵循市场化 法制化原则 又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 二是指导银行在保交楼工作安排的 总体框架下 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 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 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 找复工 找交付 三是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加强与客户的沟通 个性化的满足居民客户的不同需求 信守合同 践行承诺 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是有效满足房地产 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大力支持租贫住房建设 支持项目并购重组 以新市民和城镇年轻人为重点 更好满足刚需和改善型客户住房需求 保持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处理好当前面临的问题 也是实现房地产模型新旧转换的重要企迹 那银保金会有关负责人就表示 我们相信在党委政府指导下 在相关各方共同努力下 这些困难和问题都能得到合理解决 换个焦点 拜登中东行丢脸却没有突破 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 安全与发展峰会落下帷幕 海湾国家和美国的联合声明 强调了双方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总统拜登与海湾国家 约旦埃及和伊拉克领导人 共同出席了此次的会议 与此同时 沙特外交部长Foren就与以色列建立防务联盟 进行了任何的讨论 那在吉达安全与发展峰会期间的联合声明中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领导人表示 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峰会声明强调支持 旨在平溪地区紧张局势 深化地区防务 安全和情报合作 以及确保海上航道自由和安全的外交努力 领导人也声明他们支持 确保海湾地区没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 并指出外交能力在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打击恐怖主义 以及所有破坏稳定活动方面的核心作用 他们表示决心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以发展联合防疫和威慑能力 以应对无人机系统和友谊导弹扩散 以及恐怖民兵和武装团体武装日益增加的风险 拜登离开沙特阿拉伯 结束了他就任总统后的首次中东之行 在此期间 他试图为美国在这个饱受冲突 揉宁和能源丰富的战略地区 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新的愿景 那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表示 这反映了将我们国家 以及美国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牢固关系的深度 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 阿勒沙特亲王就表示 与伊朗的谈判尚未达到目标 首扔向伊朗伸出 那沙特大臣就指出 此次峰会没有讨论与以色列建立任何防务联盟 也不存在所谓的阿拉伯北约 并强调开放领空与以色列建交无关 也不是其他措施的前奏 沙特王储就表示 沙特希望极达峰会将标志着 该地区国家之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新时代的开始 那本萨勒曼亲王就表示 能源的未来需要对安全与稳定 有清晰的愿景 并找到解决中东危机的办法 并呼吁伊朗为实现这一愿景做出贡献 美国总统则表示 他的国家保留消除世界各地恐怖主义 威胁的能力和决心 华盛顿将寻求加强其联盟和伙伴关系 那以应对威胁中东和世界的危险 另一方面 伊朗外交部周日凌晨就表示 拒绝拜登访问该地区期间 对伊朗提出的毫无根据和根据的指控 并表示这是华盛顿在该地区 散布分裂和紧张局势政策的延续 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 就表示 实现海湾地区的稳定对世界很重要 他强调 必须停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加沙的定居点和做法 并强调该地区的安全需要公正 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那至于埃及总统 他警告了粮食和气候领域的全球危机 对阿拉伯地区及其稳定的影响 伊拉克总理就表示 伊拉克正在支持和加强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对话 因为这是确保中东地区安全和无核武器的唯一途径 沙特和美国的联合声明强调了 战略经济和投资合作的重要性 特别是考虑到乌克兰危机及其影响 那该声明就称 美国欢迎沙特阿拉伯承诺支持全球石油市场平衡 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根据声明 拜登声明了 美国将长期致力于支持沙特王国的安全 保卫其土地 并促进其获得必要的能力以抵御外部威胁 双方还强调了 防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的重要性 以及遏制他们所说的伊朗干涉国家事务的必要性 那美国国务院地区发言人 杰拉尔丁·格里菲斯就表示 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不能替代两国方案 拜登政府致力于两国方案的原则 中非铁路小马可斯与中国重新谈判贷款协议 那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斯日前下令 针对前政府与中国达成的铁路建设计划 贷款协议重新谈判 包括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 缅兰老铁路项目 以及菲律宾国家铁路南线长途铁路项目 那该铁路项目谈判始于2018年 三个相关计划总预算为49亿美元 中方一名官员就此事回应称 中国愿意菲律宾继续合作 那根据路透社报道 菲律宾交通部副部长查韦斯就表示 小马可斯在月初的内阁会议 表示要投资更多在铁路运输 重提中方援助铁路项目一事 他指出前总统多特尔特政府要求中方 按协议提供贷款 但未获中方回应 三项相关计划的官方发展援助贷款协议 已被视为撤销 查韦斯就表示 非方也正在考虑其他的融资选择 对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就回应称 中非在铁路项目的合作仍将继续 中方对有关讨论时开放态度 那中非三个铁路项目 是在中国官方发展援助计划下 经由两国政府的谈判 达成融资贷款协议 该铁路项目谈判始于2018年 在突特尔特执政期间 他寻求加强与北京的关系 搁置南海争端 以换取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贷款和投资承诺 其中包括了对菲律宾基础建设计划 那印度是否准备好成为世界人口大国 那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 2023年印度将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该报告就指出 印度现有人口14.12亿 中国为14.26亿 那而到2050年 这个南亚国家人口总数将达到16.68亿 超过中国的13.17亿 根据该报告提供的预期值 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 将集中在八个国家 而印度名列前茅 那经济学家和卫生专家就认为 印度迫切需要改革其教育 经济和社会政策 该国国家公共财政和政策研究所专家 查克·拉伯迪就强调 需提高教育质量 那强化职业培训 那截至2021年 印度总人口有一半处于劳动年龄段 未来20年仍将如此 预计到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 还将增加1.83亿 换言之 未来30年 全球新增劳动力的22%将来自印度 那印度国际人口学研究所教授 查托·帕迪亚亚 表示 如果技能发展步伐 无相应增加 失业将是一个巨大问题 他指出 更多的人需要被吸收到工业中来 还在未来几年应该得到优先考虑 那查托·帕迪亚亚教授就认为 当局提出的印度技能动议 能成为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技能倡议涉涉及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 ICD 电子和绿色能源等行业的就业能力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提供的数字 由于国家经济状况 让人沮丧 超过1700万有意工作的印度人 积极求职 那查托·帕迪亚亚就认为 将来的大多数新创职业 都需要高技术的劳工 但因人力资本基础低以及缺乏技术工人 印度可能无法利用相关机会 他指出 未来几年随着人口数量增加 失业负担会不成比例的落在年轻人身上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而印度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规模也在扩大 根据该国统计机构提供的数字 2031年 老龄人数将达1.94亿 而2021年是1.38亿 10年间增加了41% 这事将给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系统带来压力 那公共卫生专家约翰就认为 教育和公共卫生对国家进步如此重要 但印度全然缺乏健康管理 因此尤其是考虑到10年后 甚至更长时间内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必须强调这一点 致力于使每个人都能公平获得医疗保健 他强调随着未来几年 劳动力人口增加 需要抚养的儿童数量减少 印度有一个经济增长的机会窗口 前提是制定恰当的政策 大举投资卫生 教育和治理领域 他指出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大量投资于该群体 以期将来得到回报 没有领袖 斯里兰卡政治动荡继续 那斯里兰卡抗争运动 促使总统哥达巴亚 拉贾帕克萨下台 并且逃到了国外 那现在斯里兰卡面临的棘手问题是 如何处理拉贾帕克萨离开后的政治后果 然后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 那拉贾帕克萨离开之后 抗议者们将目光转向了 同样不受欢迎的前总理 拉尼尔·威克·瑞米辛赫 在拉贾帕克萨匆逃到国外资实 那他被任命为看守政府的领导人 但他被认为是在危机的情况下 才获得大位 上周三 成千上万的斯里兰卡人 冲进了总理办公室 但是威克·瑞米辛赫 誓言要遵循宪法程序继续执政 直到议会于周三投票选出新总统 那威克·瑞米辛赫 确实有管理国家的经验 并被认为得到了许多希望 国家稳定和持续运作的国会议员支持 还有其他一些人被认为 也想登上大位 譬如反对派领导人 萨奇特·普雷·马达萨 和人民党议员杜拉斯·阿拉哈·佩鲁马 但这可能意味着投票分裂 反而有利于对手 威克·瑞米辛赫 那斯里兰卡中央银行行长就表示 他们不确定是否有足够的外汇 能在7月后购买燃料 国家迫切需要一位领袖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谈判 以获取紧急债务金援 那因此问题是示威者们能否接受妥协 暂时接受威克·瑞米辛赫执政 以度过经济风暴 那抗议组织者誓言如果周三 威克·瑞米辛赫拿下总统 那么示威将继续 那威克·瑞米辛赫现在唯一也许能安抚 示威者的方法便是解决经济危机 至少让人们获得持续的燃料攻击 但这些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那过去几个月 为了声援抗议者一些企业 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急需资金 但是如果示威延长并加剧经济的不稳 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 是否继续协助示威运动 那抗议组织者们现在希望 在坚持下去的同时降低示威冲突 示威者已经腾出了 他们占据的大部分建筑 强调他们将只专注于和平示威 这次示威首次将三个主宗教社群 那申加罗人、泰米尔人 和穆斯林聚集在一起 一起合作 男人女人儿童、佛教僧侣、基督教牧师和修女 以及穆斯林商人都加入了这场运动 那在被拉贾帕克萨家族控制了这么多年之后 斯里兰卡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将国家从他们的铁碗控制下解脱出来 这可能会被栽入史册 因为这是普遍老百姓敢于要求 在如何管理国家仪式上 拥有更大发源权的时刻 那斯里兰卡的政客们现在明白了 如果不对线政治承诺 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